今天盗盘又收了一颗心 又收了一颗心 但是今天的心和昨天的心 从外观上看的话差不多 你看这两天 昨天今天两颗心 但是它背后形成的过程 却是千差万别的 所以其实交易这件事 你发现没有 其实更多的应该是 用住你所持有的 你所持仓的 也就是我们只看K线 我们眼睛看K线 看到的这个结果 其实很多是容易欺骗的 对吧 昨天的十字心 今天的十字心 从外观上去看的话 好像它们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但是从里边看 这个差别可大了去了 我们看 我们先看这个盘口 我叠加了两天 我们看昨天 昨天 这是昨天 这是今天 我们看昨天 这颗十字心 这颗十字心 它的上涨加数呢 达到了3192加 涨停的股票数量呢 达到了108个 昨天的十字心 所以你说 昨天的这颗十字心 不好吗 从当天的情况来看 它是很好 赚钱效应是相当的高的 然而我们再看今天 今天这颗十字心呢 下跌加数达到2848个 跌停14个 大于7%的31个 那上涨的肯定就1000多个嘛 对吧 那就是今天 同样是一颗十字心 并且下游线比昨天还长 但是今天的数据是非常差的 但是昨天呢 也是一颗十字心 但是数据呢 是非常好的 这就是我们不能够只是看外表 对不对 虽然老冯头发不多 长得也不帅 但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内心 对吧 所以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所以我们从本质上去看 你看啊 为什么昨天它比较好的 因为昨天黄色曲线在白色曲线的上方 并且中间的长口呢 它比较大 对不对 这个是咱们的动能贝利技术 那新同学的话呢 你去听咱们系统课程 关于这个地方的内容 就听详细的讲解 那这个技术呢 我是建议新老同学一定要花时间 花精力去研究它的 因为它非常的重要 你看我昨天给大家讲过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去预测明天 其实说实话跟彩大小没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昨天的时候 昨天我们判断今天 你怎么判断呢 我们只能说压力很大 对不对 有下跌的可能性 下跌的概率呢比较大 你只能这样去判断 你还能得出什么呢 结果呢 今天收了一颗星 对不对 那你今天去预测明天呢 今天预测明天 跟昨天预测今天差不多 昨天也可以一颗星 今天也是一颗星 那差不多 对不对 该完成的任务也都没有完成 所以我们过去预测明天的话 其实跟猜大小 没有什么区别 而且这个市场中很多的 这个 不管是技术的 这种鼻祖 还是说 搞价值投资的人 你去问他 他其实都没有办法 给你准确的 明天会怎么样的 这个节目 而且大多数人都是 都是说 我们去预测 未来一段时间 还是好预测的 但是预测明天会怎么样 这个是很难去预测的 其实我个人也是这个观点 你预测明天 其实跟猜大小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 我们根据 我们根据开盘后几分钟的 动能被雷的这个数据 我们再来去判断全天的 这个走势和赚钱效应 那这个胜算 我们大了很多倍 虽然在刚刚过去的上周 五天有四天 没有按照动能背离的 这种方向去走 但是我们也看到那四天里边 其实他也没有完全去抹杀 动能背离的效果 对不对 也没有完全抹杀 所以我们根据开盘后的 几分钟时间里边 来预测全天 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好不好赚钱呢 对不对 风险大不大呀 今天应该往上剔 还是往下剔呀 这些判断 那这个判断呢 它不是靠猜 对不对 它不是靠猜 它是有科学依据的 这跟你头一天来 预测明天 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今天预测明天 这完全是靠猜的 当然可能也有一定的 概率的统计 对吧 但是猜的成分要更大 但是在开盘后 几分钟时间里边 根据动能背离的数据 我们再去判断全天的 这个状态 这个就不是靠猜了 这是有很强的 技术和科学依据的 那这个就是咱们的 动能背离技术 所以你像昨天开盘 一分钟 9点31分 对不对 开盘后一分钟 得到了结论 你和你昨天收盘 昨天晚上来预测 今天 那就差一分钟 这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实销上没有什么区别 但准确度上 和科学性上 那咱们的动能背离 肯定是要更好的 虽然只差了一分钟 对不对 所以9点31分 我们根据动能背离技术 当天 黄线在上 白线在下 中间场口也很大 白向上 黄向下 白向下 对吧 我们就判断了 那动能背离 这样场口又很大 又有好的细节 所以今天呢 它是有细的 结果我们看数据上 涨108个 上涨3192个 也就是这个容易赚钱的 这个效应呢 你是在开盘后的 一分钟就得到的 一个大概率的答案 而且是有科学依据的 大概率的答案 不是靠瞎猜 也不是靠懵 对吧 咱们的动能背离 是有严格的 这个标准的 第一 看上中指数 第二 看在的关系 向的关系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看今天 今天开盘后的五分钟 开盘后的五分钟 原来这是为啥 不一分钟了 今天开盘的时候 动能背离不明显 不明显 那你就没有办法判断 对吧 最后在五分钟左右的时候 就略显明显了 所以我们给出的判断是 动能背离向下 敞口呢 又有所扩大 所以呢 今天 今天那就要小心了 对不对 那怎么小心呢 对不对 动能背离向下的小心 那是先卖 后卖 对不对 上午的一个背离高点 下午开盘的一个高点 这都是先卖 这都是先卖 后卖 做梯嘛 对不对 你做梯嘛 先卖后卖 昨天是先卖后卖 动能背离向上 做梯是先卖后卖 动能背离向下 做梯是先卖后卖 这个大的方向 搞对了之后 再加上 动能背离的技术 那基本上 做盘中的架差 是非常好的 新同学可能还不太明白 老同学呢 这块呢 我已经抢了过很多次了 喂 刚才好像网闪断了一下 刚才网闪断了一下 现在再试一下音 音质没有问题的话 打一下音 刚才网闪断了一下 我们的问题啊 我们接着讲 接着讲 好像是大厦的 这个电话的问题 我们接着讲啊 就是新同学呢 不太清楚 老同学呢 我强调过很多次 就是全市场注册制 推行之后 它和T加零呢 基本是要捆绑 这个出现的 就算不捆绑 也应该是前后都会出现 那么 那么我现在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 全市场注册制 加T加零开放之后 咱们的动能倍率技术 好不好用 如果到时候 咱们的动能倍率技术 依然好用 我给老同学说过 这个技术 在教室之外 我将提都不再提了 只在教室里边 给咱们同学反复讲解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全市场注册制 加T加零 股价的盘中的振幅 那是非常的巨大的 如果动能倍率 它依然好用 那你可以想一想 将来的一个大的蛋糕 对不对 你像昨天 动能倍率向上 有戏向上T 对不对 那在昨天这种环境里边 找低点来切入 政府百分之三四十 咱就不说四十了 对吧 它能达到百分之二十多 那也很厉害 对不对 大家有听说 老师现在有的股票 也是这个 这个这个百分之四十的 他也没那样挣过 那是因为局部的 他还没有形成全市场的 形成全市场之后 这种政府会加大的 那像今天 对不对 那先卖后买 先卖 找高点卖掉 对不对 你跌下去 跌了百分之十几 那也很吓人 对不对 甚至来说 从这个层面来说 我觉得盘口技术 那都是大家 必须要掌握的技术 为什么 因为很多你不能用收盘了 对不对 收盘 等收盘卖 收盘你可能卖不出去了 你想想是不是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 动能背的技术 大家一定要用心去学 这个技术绝对是 值得你掌握 开盘后的几分钟 就能够确定出 全天大概的一个方向 一个赚钱的效果 一个应该先卖后买 还是先买后卖的一个方向 在开盘后的几分钟 都可以得到 而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 而且不是靠瞎蒙瞎猜 好吧 这是这个地方又 强调了一下 今天这两颗心 然后我们再回归到K线里 这个线的K线里 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从上影线之后 你看我们已经纠结了 多长时间了 12345 这个地方就已经五天了 对吧 就在这横着 前边呢 虽然也涨 但实际上也是在这儿 莫及的横着 整体其实这波上涨的速度不快 速度不快 它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其实还没有收回半个月的上涨幅度 所以它其实不快 不快 那不快呢 这个地方又遇到了阻力 对吧 0.618的位置和3356点的掏牢盘的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很难以错而就 所以在这儿横盘 或者是回财 这是大概率事件 横盘 或者是回财 这是大概率事件 咱们也不是今天才讲 讲了好几天了 并且在前两天的90分钟 背离的时候 我们还提示过重仓呢 要把仓位降回来 对吧 降到半仓级以下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 它已经 到了阻力的位置 压力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又不能直接过 所以横盘或者下跌是大概率的一个路线 那只不过这个地方的问题是什么呢 问题是它这波上涨的强度很大 所以不管是横还是跌 大概率都是上升途中的一次调整 所以它不影响后边的继续效盛 这是这样一个路线 但是从短线的情况来看 你这个位置肯定是要注意的 所以昨天收盘的博客里面 应该是最后一句话 我看最后一句话 昨天收盘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是什么呢 你看最后又要这样写的 未来几天 动能背离向上的环境 依然不用怕 一旦遇到动能背离向下的环境 就要加倍小心了 这是昨天收盘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你看今天不就动能背离向下吗 今天不就应该小心吗 今天不小心 两千八年多主要都会下跌了 对吧 所以目前大盘的位置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在这个地方 包括明天后天都是这样的 动能背离向上 那大家不用担心 对吧 但是动能背离向下 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今天就要是一位同学 让老师我空仓了 我等着它下跌 就觉得这个地方很危险 对吧 空仓等下跌 我回答他了 我说 第一呢 因为日线小白龙 它是没有破位的 它是在趋势里 在趋势里很多事情呢 它是有趋势延续性的 所以你也没有必要去走极端化 那怎么做呢 你可以动能背离向上的环境 那你就可以五加来做 动能背离向下的环境呢 那就用五减来做 对吧 你像昨天 昨天动能背离向上 那么五加 对吧 就是半层 半层加 两层或者三层往上做 那今天的动能背离向下 那我就五减 五减三或者五减二 对吧 往下走 这不就很安全了吗 对不对 又享受了这个过程中 赚钱的环境 同时呢 又能够规避 这个地方 所产生的风险 对吧 所以明天后天也是一个道理 动能背离向上 大家呢 不用担心 还是半层级以上来做 问题不大 但是动能背离是向下的 那就得注意风险 注意风险 好吧 这是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看90分钟的背离 它现在呢 是没有 这个也没有消失 任务也没有完成 那什么意思 按照90分钟 也应该是继续要跌的 对吧 它需要完成的两手房 完成之后 然后再说 继续涨 还是在趋势破位 对不对 所以风险其实到现在 没有释放 没有释放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还是有隐患的 隐患还是挺大的 风险没有释放 整个从4月27日到现在的上涨 中间没有超过两天的调整 对不对 这不正常 对吧 这不正常 这憋大招了 对不对 来个大银线 憋大招了 所以为什么90分钟的背离 我说大家先把重仓的 先把仓位先降 先降回来 因为它始终不跌 是不对的嘛 你要满仓 直接来一个大银线 那不很费重吗 所以先把仓位降下来 然后我看到今天有位同学 在盘中下午下跌的那一波里面 表现出了恐慌 当然是新同学 而且不是一个新同学 说老师 个股应该什么时候慢 这个问题虽然问得很基础 但是问得很好 它不仅带着了新同学 也带着了部分的老同学 就风险来了 我的个股应该什么时候慢 对不对 好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呢 稍微展开一点 首先从规则上 我们上周90分钟背离 提示过减仓 对吧 就是这个背离 就是把重仓先降回来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 就是标仓 因为日线小白龙上 标仓是五 这个呢 没有发生变化 这个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呢 这个标仓并不代表说 你拿着五成仓一直持有 这是不对的 我们一直都是强调 个股出发卖点是必须要卖出的 你别管什么时候 也别管大盘 也别管仓位 你手中的标的触发了卖点 是一定要卖的 那这个同学的问题就是 我是我的股票的卖点 我不知道 对不对 这个我们待会讲 那我卖了之后 我就空仓了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标仓是五 我空仓了怎么办呢 看稳压器来回补仓位 稳压器就是上周指数的 五和十五分钟小白龙 他们两个突破的 那就直接不补 他们两个破位的 我空仓就先不回补 明白吗 好 这是这个地方 然后说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说你对分时线的涨跌都很担忧 你像今天对吧 下午出现了分时线的下跌 然后你就有点坐不住了 有点这个崩溃了 心态上已经受不了了 这个其实也是一直以来我给大家讲 要建立自己交易规则的原因 因为人与人它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的风险承受力比较高 有的人的风险承受力呢 它比较小 有的人呢 他的资产比较多 有的人呢 资产的比较少 人与人的性格 时间 风控 风险承受力 等等等等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用一个标准 来让所有人都要去遵守 这是不对的 一定要结合自己的自身情况来 所以我认为 你说老师分线的涨跌我就很恐慌 我是不是这种心理素质不好 我其实从来不认为不好 人跟人本来就不一样 对不对 不是所有人都是顶天立地 都是要去做大事情的人 大多数的人其实是普通人 心理素质差 这是很正常的 不是所有人都在崩于泰山面不改色 没有多少人是那样的 所以我说 心理素质差的人 千万不要有自卑的心理 这是很正常的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说老师 我那分线的涨我就很害怕 那你动能背离技术 就要学好用好 对不对 那就动能背离 你像昨天动能背离向上 这个有戏 那昨天呢 你就可以想要踏实一点 那今天呢 我们说要小心 那今天呢 你就要注意风险 对不对 那你就不能说 你分线下跌你受不了嘛 那你今天就要找高点 减减仓 对吧 5-X 你在今天这个环境的5-X 基本上没有大的问题 昨天那个环境的5加X 基本也没有很大的问题 动能背离吗 对不对 这位同学说这个牛式思维 牛式思维 我们来 先不讲牛式思维 先讲刚才那位同学的问题 就是这个卖点 卖点 先讲卖点 卖点不对 卖点不是这几个图 卖点是这个图 就是股票的一个卖出啊 股票的卖出 这个大家一定要当做第一位的 就是风控一定是这个市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卖出一定是这个市场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任老师 那我的股票什么时候卖出 要奉献来的话 有两个 方案 两个方案 所有同学用这两个方案 来控制好自己手中的标的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哪两个标的呢 第一个方案 是最简单的 叫做傻瓜式的 方案一 方案一的股票怎么卖呢 小白龙突破买入 到小白龙 突破为卖出 其他 全都不管 什么老师 我的股票 出库里尔了呀 我的股票出背离了呀 我的股票 这个 先离了呀 我的股票 减持了呀 我的股票 这个蹦掉了呀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管 就以 日线 C 收盘 小鱼 小白龙的 下轨 这只股票 清仓不完 就这一个标语 其他全部过 好吧 简单吧 这个方法 听话 就可以 都不用思考 都不需要思考 听话就可以 突破买 破为卖 当然有的同学说 老师 那有时候会遇到准歪打 对不对 我这刚卖完了 买卖之后 又破又得卖 大盘的话呢 我也没有办法 但是个股的话呢 通过股票的选择 是可以 最大范围的 降低这种情况的发生的 对不对 我们天天要练悬股的 天天都在练股 天天都在练习 干嘛呀 不就是为了避免 买了之后 它不涨这种尴尬吗 对不对 所以你通过选股的 不断训练 最后你的股票呢 它不会说 围绕着小白龙 就天天突破破位 突破破位 天天折腾 这是第一个卖法 这个卖法一定要坚持 你比如说 这个案例 你看这个案例 小白龙突破 对吧 上轨突破 买入 下轨破位 这买出 对不对 这笔交易赚钱了吗 没有 但是你也没有亏钱 对不对 买入到卖出 基本是持平的嘛 也没有亏钱 这是一笔交易 然后呢 卖出之后 每两天又突破了 收回 收回呢 再重新买回 纠错买回 对不对 纠错买回 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很多人就有点觉得折腾了 老师那不是左右爱打吗 对不对 左脸打完打右脸 左脸打完打右脸 也比 也比死了强 对不对 也比死了强 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个趋势破位 如果 后边是这样的下跌 那你卖了呢 卖了无非最差的情况 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那还能怎么样呢 要么就是这样的下跌 要么就是折腾我了 所以 破位不玩了 破位不玩了 小白龙去世破位不玩了 谁想玩谁玩 谁想玩谁玩 我不玩了 小白龙日线下跌破 我又不玩了 收盘为准 收盘为准 就这一个技术 我之前说过 就能够所有同学 在这个市场中 从此时此刻开始 未来你的股市生涯 再也不会出现在 某一个品种上的深度套牢 绝不会出现 好吧 这就是第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案 第二个方案呢 第二个方案 这个也有两个 也有两个 有两个小的细节 第一个 有点类似于半自动化 第二个呢 是自动化 什么意思 什么叫半自动化呢 就是 也类似于不需要太多的思考 不需要太多的思考 这个全自动呢 就需要你思考 那根据不同的同学嘛 对吧 你一点都不想思考的 用方案一 你想 想简单思考一点的 用方案二的第一种 第一种是什么呢 注意看啊 风险只有这几种 第一 趋势包围 第二 背离 第三 偏离 第四 高久 第五 酷粮 只有这五个 没有别的 明白了吗 卖点只有这五个 没有其他 没有第六个 卖点只有这五个 好了 那趋势包围不说了 对吧 刚才讲的方案一里边的 那就现在四个 好 这四个注意 在刚刚突破 小白龙初期的信号 不卖 不卖 除了刚刚突破 小白 趋势的不卖 剩下的 一和二不卖 对吧 剩下的 从三开始 因为三它就偏离趋势了 偏离趋势挺远了 从三开始 或者从四开始 干嘛呢 只要见这四个信号 任意一个 或者是两个 三个四个都行 见了就见 你看 三 三 酷粮 减 减一半 对吧 四 酷粮 减一半 五 回财趋势不破 三和四卖的 买回来 六 减一半 减完之后又涨了 六到七这一部分 怎么办 你不是还剩一半吗 剩下一半 转六到七 或者六失败的时候 纠错 我在六卖的 六失败了 买回来 所以六到七 可以是半仓持股 也可以是纠错持股 八 回财小白 轮不破 买回 六或者七 卖掉的 八买回 九 卖掉 十买回 十一卖掉 十二买回 十二的次日 清仓不完了 明白吗 看明白了吗 也就是从三之后 不思考 不思考 不做思考 四个信号 建高点信号 我就减 减一半 减一半之后跌了 跌到小白龙买回来 不跌 又涨了 半仓持股 或者纠错买回 明白吗 所以这是方案二的第一种情况 基本上也是不用太多思考 一会儿要停电 我们昨晚时间讲 这个 什么情况 还要停电 还有三分钟 要停电了 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方案二的第二种情况 这个就要 各种分析 分析分析 四大不大呀 六七的大不大呀 级别小不叫大不大呀 再决定漫不完 那这个呢 就是 老的了 或者是 猴经猴经的同学 对吧 已经有一定的 这个高薪的能力的同学 可以采取 方案二的第二种情况 那正常的 就是 三一 不讲 不用思考 方案二 稍微需要思考一点点的 这两个 适合于大多数的同学 方案二的第二种情况 那就看 这个 个人 已经有一定的能力的 已经有一定的 规则的同学 用方案二的第二种情况 好吧 那这个码要停电了 我们就不多讲了 要不待会断了 可麻烦了 好吧 我们今天就到这 咱们明天 再见 右边 看 别人 这两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